我們就進行聽說 腎臟有什麼功能 你說有劑的黨做回來 回憶過去跟病人互動 賴清德一開口就鬥的台下 笑成一團 從腎臟科醫師踏入政壇 賴清德出席腎臟科醫學會演講 內容很不一樣 每一次選舉都買票 金錢政治 我說這個是社會上的黨要病 政治變成暴力的政治 就像高血壓一樣 用一屆聽得懂的語言 賴清德備戰二零二四 背後組織也動起來 據瞭解賴清德已經成立 總統大選策略小組 找來抽藝人重掌兵服操盤大選 還有扁系鐵三角 包括馬永成 羅文嘉 林景昌 通通回歸 要助賴清德攻大衛 邱先生掌握幾次 總統大選的兵服 經驗相當豐富 但是隨著不同選戰的環境的變化 也融合了不同時期的選戰人才 比照小英男孩模式 賴清德找各界精英組團隊 包括社運出身的洪生漢 負責能源等各項議題與民團溝通 林菲凡雖然還沒正式在團隊裡 但他以學者身份駐華府三個月 除了跟美方溝通打理賴清德兩岸論述 也鞏固在美僑界選票 另外前文化部長鄭立軍 處理政策白皮書 當然我有責任要來協助民進黨 更擴大跟社會的連結跟支持 那我想這事情也不是只有在選戰的時候才做 賴清德新隊形 跨世代跨派系逐漸舊定位 展現綠營勝選企圖心 蔡英文 各自剛優惠博台北 參與報導